她已經並非大英帝國的子民 以前為什麼她不放棄她的護照 因為以前沒有法律上的規定 她是功能組別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那些功能組別 那些非民主派的人 不是很喜歡愛國的 每次出來都說國家好 國家妙 總之國家向上 香港向上 原來她一直用著大英帝國護照 在這裡發表她的愛國精神 這是她的原罪 說她缺乏人性 我不是說她壽性大法 我只是說她是完全像一隻 坐在那裡一隻想捏的公仔 移入入 移入入 我們多少人已經重複說了 這是我的裁決 不容辯論的 話句句 石破天經 但是那種惡形惡狀 你比較有信心的說話 很多人都已經很喜歡你了 而去到曾鈺成 你說她是不是很有風采呢 對不起 是不是很有領袖的魅力呢 都稍為缺乏的 但是曾鈺成 但是曾鈺成 起碼他勉勉強強 都比你覺得他有一些公道的精神 首先他不會渴人 他坐在那裡 他知道他有權力 但他儘量跟你說一下理由 那樣如此這般 是不是呢 就不用在那裡自撒 自以為真是像一個山寨王 英文叫Tintot Dictator 就是這些 帶著一個 他用鐵罐做的皇冠 自以為 真是甚麼 他都一人話事 所向披靡 都不知所謂 不過公道點說 即使是曾鈺成 作為立法會主席 他都曾經說過 他說議員在這個議會說的話 不一定需要是事實 他是說過類似的話 之所以 因為他擔心我們 會有人說錯話 始終我們就有一個特權法的保護 就是這個意思而已 但是曾鈺成 說到底 他是有一種 給你give and take 即是有得談一下 你讓一步 或者我都可以考慮退一步 諸如此類 現在這個 他照你去以為談判 說完之後 完全照他自己的意思做 然後他就走出來說 我們已經跟民主派的議員 是溝通好了 你真的很誣人 很損笨 而第三 他就是缺乏良心 這個良心 我不是說他失心瘋的 而是那個良心 是在議會裡面 我們真是要有一個獨立的運作 我們現在說的這個不信任動議 你看看那裡 完全空的 是應該官員坐的位置 是一顆人都沒有的 當然是沒有人 這是家事 我們在說現在自己立法會圍內的事 哪個官員夠膽來在這兒 指手畫腳說三道四 當然是不需要來 但是 梁君彥作為一個立法會主席 他擺明居馬 我坐在這兒 我是為了配合政府 你記得嗎 一地兩檢 那個畫面 我們在這兒拍桌 又或者是大聲抗議等等 完全不理會的 那個陳凡傻的 在街邊賣唱 慌死人聽不到 拿著麥克風掛也不用掛 拿著在嘴裡 爆咪的不斷讀了 政府拿出來的那些字 總之過了就算 總之過了就是配合政府 皆大歡喜 花好月圓 因為有沒有搞錯 那個畫面 真是全世界的立法程序 要入一個紀錄下去 是笑爆嘴的 我希望梁君彥 他自己應該知道 我想他也懶得聽 他也想著一定是罵他 但也不會過得到的 這裡有太多人說 哎呀 撐硬啊 主席啊 但他真的 你自己要最公道的心 我都不跟你說良心 來處理議會的事務 就不要被人看到 不單是一時一讓 你一時十幾樣都可以的 不知所謂的一個主席 毛孟靜議員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辯論當中 討論的時候 用詞少不免尖銳 不過我希望 我們不要進入人身攻擊 陳志全議員 我是支持李國倫議員提出 對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不信任動議的 其實呢 今天這個時段本來是辯論我的議案的 是研究制定 讓同志替結伴侶關係的政策 但是當李國倫議員提出這個建議的時候 我是異話不說的答應 其實整個過程都是民主派的共同決定 李國倫議員也都犧牲了他自己 排了十三個禮拜 原本想做自己的議案 為什麼大家都會作出某程度的犧牲呢 我覺得李國倫議員的犧牲比我更大 因為我的議案呢 在十月都有機會再做 但是李議員呢 可能這一屆都未必再抽到辯論時間 去做他的議案 但是為什麼我們都要這樣做呢 因為打個比喻現在世界盃 球證是很重要的 當球證出了問題 我們是要第一時間處理 因為他每日都會 每個禮拜都會去做球證 都有很多場球要踢 每一場球都很重要 立法會的會議 是有很多負爭議性的政府政策 是要處理 如果這個球證是黑哨 是不公道 是濫權的話 我們一定要通過一個機制去處理它 所以任何議員自己的個人議案 個人議員議案 在這個大題目之下 都是應該讓路 應該先處理梁君彥的問題 梁君彥的問題是什麼呢 梁君彥作為立法會主席 他應該是為立法會服務 不是為政府去服務 但你看到它是配合政府的指揮棒 甚至是配合政府的節奏 還要變本加厲 即是俗語說皇帝不急太緊急 這次的風波起因是一地兩檢條例 除了一地兩檢條例草案的審議 陳凡跟記者說 都說預了搞三個禮拜 梁君彥更厲害 兩個禮拜要你搞定 就是因為他要配合政府 盡快通過一地兩檢的條例草案 還要快過政府預期 超額完成 才導致他犯下一連串的錯誤 包括限制議員的發言時間 限制議員的發言時間 當然曾育成時代也有做 也有試過展報 試過用時間框架去限制辯論 但曾育成過去只是在財政預算案那裡 曾經用過這招 就是叫做限時辯論 有分場 但是譬如版權條例修訂草案 譬如醫生註冊條例 曾育成都是沒有濫用他這個權力的 但梁君彥現在拿著《基本法》那四個字 主持會議 就無限放大 權力無限大 再加上法庭的判詞 雙劍合璧 有本事就司法覆核我了 就是擺出這個嘴唸 今次最嚴重的 是連議員根據議事慣例 在二讀階段的一次發言時間 都被剝奪 這個是很離譜的 限時辯論 都猜到你會限時辯論 你限三十六個小時 限三十個小時 限二十八個小時 這個就是程度問題 幾多我都反對 但是何必要二讀階段都要 落到是不讓議員二讀去發言一次呢 其實建制派都是受害者 有些就很乖 時間很珍貴 我講少一點 講五分鐘 講六分鐘 有些就連講都沒得講 這個是梁君彥 將政治任務凌駕於議員的發言權 凌駕於議會監察政府的職責 另一個很嚴重的就是自相矛盾 一地兩檢二讀階段 五位民主派議員因為議會抗爭被逐離場 早前修改議事規則 你們建制派就說 全體委員會的人數 法定人數減至二十人 當日我提出質疑 基本法七十五條 明明講到立法會的法定人數 是不少於全體議員的二分之一 七十人的二分之一就是三十五 當時建制派就大條道理 七十五條就是管大會 全體委員會就不是大會 它是另一個會 性質就等同其他委員會 其他委員會是怎樣 其他委員會的法定人數 就是立法會自行決定 所以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 就自己決定 我們上次修改議事規則就決定了二十人 那既然全體委員會和大會是兩個會 那二讀階段是大會 那他們那個趕趕趕趕出去 那我就舉手 主席 那現在全體委員會 是不是可以回來 這樣 他又說不行 那即場又不解 問他又說叫我找他解 其實到今天都未解的 都未解得通 如果呢 我都在公開和 無論是主席也好 立法會秘書處也好 如果你們覺得是講得通的 請你盡快發出 詳盡的書面解釋 去解答 究竟 立法會和全體委員會 是不是兩個會 如果是兩個會 為什麼 在大會趕了出去 在全體委員會 不能夠回來 如果不是的話 你是不是叫自相矛盾 這些就是我說 你開波前就搬一次龍門 開波後又搬一次龍門 然後自己也解釋不到 最後我想說 很多人都說 司法覆核主席的裁決是非常之艱難 是法院也都未必會做 但是我覺得 法定人數 究竟全體委員會和大會 是一個會還是兩個會 法定人數 是不是可以改到二十人 這個是值得司法覆核的 當然 我就窮 但是我知道很多市民 都是希望我們這樣做的 就算我們今天在這個 不信任動議輸了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放棄 我們不能夠再以待斃 不能夠被那個主席打橫來 是一時一讓 是無所不用其極 去剝奪議員 剝奪議會的權利 甚至是尊嚴 范國威議員 毛孟靜議員 你什麼規程問題 說什麼不准人身攻擊 我之前有三個人 四個人都已經發表了 他們對這個動議的看法 是說不信任梁君彥 那梁君彥是一個人 說出來當然是人身的批評 那你批評和攻擊 你是怎樣畫線的 請問 什麼叫做人身攻擊 哪一句 例如 我已經提出了規程問題 根據議事規則 議員發言的時候 不得對本會的議員 作出冒犯性的言辭 但是我也都很清楚知道 今次的議案 是對梁君彥主席的不信任動議 所以在辯論過程 用字 小不免會尖銳 而且是有不同的演繹 所以我剛才都只是提醒大家 盡量避免人身攻擊 也都是維持議會整體的尊嚴 但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大家使用一些言辭 過去是已經被裁定冒犯性 我也都會必須嚴格執行議事規則 如果是有去到人身攻擊的冒犯性 我也都必須要執行議事規則 范國威議員 我剛才已經解釋了 請你坐下 范國威議員 我發現是代表新民主同盟 支持不信任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議案 在1997年以來 三位曾經擔任立法會主的議員裏面 只有現屆主席梁君彥一直未經過直選的洗禮 范徐麗泰 頭兩屆任期是選舉委員會當選 第三屆是轉戰直選 上屆的主席曾鈺成是直選議員 但是這一屆的梁君彥主席做了四屆議員 四屆都是參與功能組別自動當選 做了十四年 一票都未拿過 零票的議員當選做立法會主席 本身就是欠缺認受性 梁君彥選主席以來 所作所為 是一再羞辱香港的選民 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之後 傳媒已經是有報導 就是說中聯辦屬意 梁君彥擔任主席 又傳出是中聯辦 就主席的人選是四出 是向建制派保皇黨探口風 梁君彥本身橫蠻霸道的作風 是深得中聯辦的歡心 很明顯就是想藉著梁君彥去控制立法會 從而通過各種惡法 是呀 黃志民 我是在說中聯辦 梁君彥在選主席之前就爆出了這個國籍風波 過去一直沒有申報自己持有英國護照 當他有意競選主席被傳媒揭露的時候 最初仍然是拒絕回應 多番質疑才交出一些證明 最後演變成為政治風波 中聯辦明知梁君彥有各種問題 仍然是嘗試力排中議 很明顯就是希望他為政權服務 用橫蠻霸道方式去主持立法會的會議 主席 事實上梁君彥主持會議手法上 是有很多很多壞的先例是做了的 他做主席之後就從沒有批准過議員 引用議事規則第24括弧4 提出過急切的質詢 即使是2017年的港鐵眾火案 選舉事務處遺失全港選民個人資料 我提出的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崩塌等等 這些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突發事件 梁君彥都是以性質不急切為由 是拒絕議員提出 這個就是赤裸裸削弱我們立法會的監察權 視乎在梁君彥眼裡的所有社會大事 都是沒有急切性的 就連我們立法會會議的時間 都是可以隨意任意去浪費 因為立法會的會議一般是開到晚上的8點才會開完 但是梁君彥做主席以來很多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逢星期三是賽馬日有夜馬 那個會就會七點鐘左右 就散會的了 過去曾鈺成做立法會主席的時候 我們開到8點 8點半 9點 9點半 要等那項議程結束之後才休會 來主席 我同時根據秘書處會議紀錄 做了個很粗略的統計 2017年10月18日至今年的6月20日 這些會議紀錄裡面 星期三 因為梁君彥提早收工而浪費的時間 足足有487分鐘 即是超過8個小時 在上年的年底12月開始收工的時間 由之前的10至20分鐘 就改到去加到去30分鐘以上 是越來越離譜 而且成為慣例更加鋁破紀錄 在今年6月28日的立法會大會 下午5點鐘 梁君彥就破天荒提早3個小時 就宣布休會 這個就顯示了梁君彥是任意妄為 只是由他自己的喜好去行事 不受公眾利益去左右 但是當政府有政治任務交託給他 例如是要強推各地兩檢 梁君彥就可以一反常態 是不必要將審議各地兩檢法案的會議 現場8點、9點、10點鐘 到現在仍然是有重重爭議的惡法 就可以配合政府在定下來的死線之前去通過 我之所以形容梁君彥的決定是不必要 是因為梁君彥早在審議各地兩檢法案之初 配合政府的死線 就將我們民主派提出的75項的修正案 削減去到剩下24項 更加破天荒 是史無前例引入限制辯論的時數 將整個法案審議的時間 縮短到去壓縮到去36個小時 就要在議會裏面 8個小時就要完成二讀的審議 代主席 立法會議事規則、內務守則 我們很清楚 是我們每位議員 是可以在二讀辯論 是發言一次 每次十五分鐘 所以二讀階段的時間 完全是可以有數得計的 但是梁君彥的做法 就令到惡法 有爭議的各地兩檢草案 在二讀的時候 只是得三十位議員發言 其他議員說都沒得說 這個還不是壞的先例 在六月七號立法會 恢復二讀辯論的時候 十一位議員排隊等候發言 又是梁君彥 親手劃線 不容他們發言 就強行 揭束二讀辯論 這個是拒絕議員 輪候發言 當議員嘗試 提出規程 質疑的話 梁君彥就將他們 這個零票主席 將他們 驅逐離開會議廳 到最後階段 梁君彥仍然不斷挑戰發言的議員 明明自己聽不清楚 又要不停插嘴 這個就是將議員的發言權 是去充分地剝奪 所以梁君彥是不容 在立法會裡面 他是沒有資格 繼續做立法會主席 還有啊 代主席 我支持今次的不信任動議 也是因為梁君彥涉嫌利益衝突 他在上任主席之初 已經是身兼十八間公司的授身的董事 是基於上面種種的原因 我發現是支持不信任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議案 將梁君彥粗暴權 敗壞綱己的所作所為紀錄在案 本人謹思陳詞 周豪鼎議員 主席 我發言是反對這個 對梁君彥主席的不信任動議 原因是我認為 今次反對派提這個不信任動議 其實是一個毀過於人的舉行 就對他先打到沒有 那你會 JULY 主席 也people 最終你 對 為了 對 主席 又重複 給你問問問問 問完我的答案 百合百合 答什麼答案 會都是自然不見 當聽不懂 其實你再給多少時間 他們都是繼續初衡 大家也知道在過程中 他們有不斷不斷的規程問題 但你先明這些規程問題 其實就是假規程 真不亂 所謂的規程真搗亂 大家看到的 項莊武劍自在佩公 根本上他們就不是什麼所謂的規程問題 他主要就是要阻撓這個議案的通過 所以我們覺得如果再這樣搞下去 就基本上做不到事情的 主席 我也都聽到剛才楊岳橋議員 有個觀點他就提出了 就說梁君彥主席 主席就不容別人質疑他的決定 往往就是決定了 就不讓我們再討論 然後就叫執行了 這樣他就對這個的看法 對這件事有很大的看法 但事實上主席 其實大家都知道 主席的決定是不容辯論 背後也有個原因 大家如果知道 主席做了裁決 或者做了決定之後 還可以容許我們的議員 再不斷地去爭辯那個決定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知道的後果就是 議員會不斷不斷花時間 變成去爭取主席的決定 那麼我們的會就無日無知 完全是不能夠進入正題去處理這些事務 當然這個這麼顯淺的道理 坦白說主席楊岳橋議員 作為公民黨的黨魁又有這麼高的智慧 我相信他就沒有什麼理由不知道的 那如果他真的不知道 就只能怪他愚昧 但如果他不是愚昧是假不知道 就只能夠證明楊岳橋議員這番的話 是輸打贏要的 主席我也都聽到 反對派不斷地去攻擊梁君元主席 主要都是集中關於他對處理拉布的時候 特別是對於展報、限時這些的安排 但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 如果反對派堅持他們自己拉布是對的時候 最後是令到我們市民是承受苦果的 因為事實上議會不能夠正常的運作 是會最後是由市民去埋單的 這件事我相信香港的市民是有眼看到的 主席大家剛才都是有提到前主席曾鈺成議員的 那曾鈺成主席當然就是我們非常尊重的前主席 也是見多識廣人所共知的 我們很多事就算我自己個人有很多的問題我都會主動去請教他的 那他說的話其實是很有很有說服力 那我也都要指出給大家聽就是 就算是曾主席他也都有多番過去都有提到 面對這些拉布展布都是一個有需要的決定去處理的 所以我只是想借這件事提醒大家就是 反對派就麻煩你們不要再為你們拉布的惡行塗之抹粉 也都不要嘗試透過用這次的不信任動議 嘗試去合理化你們過去在議會裡面的拉布和搗亂的行為 這個市民是有眼看得很清楚的 為了不想讓你們透過這種騙人的不信任動議 去合理化你們的拉布惡行和搗亂行為 我認為我們一定要反對這個不信任動議的 主席本人僅此臣辞 廖長江議員 主席在上月本會完成審議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的第二天 非建制派議員聯署致函內會主席即閣下 表示想就立法會主席主持有關會議的手法 提出不信任議案 而本人和其他39位建制派議員 也在6月21日發表聯署公開信 表明反對這項不信任動議 以政公眾視聽 原因很簡單 就是非建制派對立法會主席的指控 全部並非事實 雖然這項不信任動議得不到內會支持 建制派仍然千方百計 將議案提交上今日的大會 容許我們在這個議事廳 嚴正反對這種具濃厚政治色彩的誤告行為 事實上雖然今次支持和反對議案的議員 可謂是迫類分明 但只要擺事實講道理 無論持有什麼政見和立場 都不難得出與建制派相同的結論 首先非建制派指控立法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 但事實是立法會主席當時主持會議 不但沒有違反所謂的議事規則 更加是擁有堅實的法理基礎 因為立法會主席主持會議的權力 包括在會議過程中行使權力和作出規管 是來自《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 中審法院以及高等法院上訴庭 在梁國雄訴立法會主席一案所作的判決 以及立法會本身的議事規則 至於說立法會主席已定辯論時間的分配 管理會議秩序等方面 是所謂的安排極不正當剝奪議員權利 但事實是在政府公佈以三步走方式 落實一地兩檢安排後這一年 議會內外已就此議題作出廣泛討論 立法會去年底已用了二十六小時審議和通過 有關一地兩檢安排的無約束力議案 有關法案委員會 在本會六十七位立法會議員中 有高達六十四位加入 並且舉行了十七次會議 用了一共四十五小時審議草案 另外舉行了兩次公聽會 用了共十九小時聽取公眾意見 支持和反對草案的論調早已不斷重複 到草案交上大會時事實上已經到了 無論用時多久 雙方都不能夠說服對方的地步 並不存在不夠時間討論的問題 反正在今次草案審議的過程中 非建制派議員任意玩忽議會審議法案的憲制職守 不斷以各種拉布手段 阻礙審議他們一直反對的一地兩檢草案 在草案異讀階段提休會動議 用了九個半小時 點算法定人數也用了三個小時 又跳上直上叫囂 試圖衝向主席台和官員坐席 肢體推撞導致保安人員受傷等 張張明審違反議事規則 但他們反過來指責主席 違反議事規則行事 賊喊觸賊實在是荒謬 如果非建制派議員沒有浪費那十二個半小時 所有議員又何愁 在異讀階段沒有機會發言 如果非建制派是言行一致尊重法庭的 他們應該會懂得尊重議員並無拉布權 懂得尊重立法會主席為辯論設限正當安排 因為上訴庭的判決已經確定 任何根據議事規則參與立法過程的憲制權利 是不可能包括拉布權 而相關的參與立法會過程的權利 必須與主席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 主持會議的權力一併理解並受制於後者 根據終審法院在同一案所作的判決 立法會主席有對辯論設定限制和終止辯論的權力 終審法院也同時裁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 定名有關制定法例的職權 並非賦予立法會的個別議員 而是賦予本身作為立法機關的立法會整體 那條文並沒有賦予個別議員 以發言參與立法過程的權利 事實是立法會主席在該次審議草案的時候所作的會議安排 是法理程兼備的 既充分參考了《基本法》有關條文和法院就立法會主席 憲制職權作出的判決 參考過過往審議法案時間的經驗 亦都考慮了議員發言和議會效率兩者之間的平衡 並且顯示出包容忍耐的態度 致力維持議會應有的秩序和尊嚴 確保法案的審議工作順利完成 基於上述的理由 建制派反對這項議案 並奉勸反對派這樣罵下去 恐怕他們才是失去一般公眾所信任的人 主席本人謹慈陳前 邵家俊議員 多謝代主席 對立法會主席投不信任票這個議案 是一個很沉重的議案 你和我都知道 不信任這三個字 其實是很傷的 雖然不信任這種感覺是看不到是摸不到 但是當他們黏住在不同的空間 不同的關係裡面的時候 其實真的很傷 因為沒有信任就沒有安全感 沒有安全感就沒有溫度也沒有希望 社會是這樣議會也是這樣 社會學家盧曼說那句話 他說當一個人對世界完全失去信心的時候 早上甚至乎找不到什麼辦法在床上爬起來 當一個議員對議會主席失去信心的時候 有時候都是這樣的 早上甚至乎找不到什麼辦法從床上爬起來 走入議會進行會議 主席 我發言是支持李國倫議員動議 對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投不信任票 要講主席梁君彥的其身不正 怎麼沒有做好立法會大主席的本份呢 其實真是慶祝難輸 剛才那些不同的同事講到歷歇聲勢 都是在講這個問題 一個濫權的主席 三番四次這樣將議會 將議事堂搞到立立亂 我唯有支持 對於梁君彥主席的濫權提出不信任動議 甚至乎認為應予譴責 我的理據有以下 第一 主席永遠是沒有視議員的規程問題為問題 好像當一切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他的文不講理是有些世界級的級數 記得我們在修改與市規則和一地兩檢的議案的時候 很多議員都有舉手 甚至乎站起來要求提出規程問題 但是不得要領 好了 難得等到主席黃恩浩蕩 肯叫出議員的名字的時候 以為可以理事溝通 但怎料主席每一次 只是任由議員講完就算 永遠不作回答 在充以不聞的情況下 就會叫下一個議員的名稱 當一切事都沒有發生過 如果以世界杯賽事作為比喻 即是就算射入十二碼 球證也當看不到 領歪面 就叫另一個球員再射多一次 但無論你入不入 球證也不計分 不理會 第二 非常偏頗地主持會議 胡亂地詮釋議事規則 在一地兩檢的法案上 有在大會被趕走的議員 到全體委員會第二個會議進行辯論的時候 又不讓他進來參與 主席只會按個人的喜好 詮釋議事規則 還屈指修改議事規則 是為了加強主席的權力 前主席王宏法 對不起 前主席王宏法先生 就說過 他說議事規則 不是要加強主席的權力 而是要限制權力 如果沒有寫明的地方 就不屬於主席的權力 使用權力者 應該是用這種態度 很謹慎地行事 而不是 我們是胡亂說話 要加強自己的權力 第三 違規趕收工 收窄議員發言的時間 我經常對於大會會議時間 感到無所適從 主席主持大會會議的時候 經常都是可長可短 充滿彈性 立法會慣例 就寫明是八點鐘休會 但是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說 但是我的觀察就是 碰巧跑夜馬 主席就會喜歡 七點半 未到就會收工 不過呢 硬要通過一地兩檢 那一次又不同 或者達到目的 又可以加到 加時開到十點鐘 又例如 六月二十八號那一次 梁君彥又可以突然破天荒提早五點休會 八百提早三個小時結束會議 梁君彥當然不會承認 是為了無法在暑假休會前提出對他的不信任動議 但事實上呢 就是八百浪費了三小時的大會時間 建制派很喜歡用午餐肉去計算那個代價 有一個媒體呢 就做了一個統計 就說梁君彥在任內 共有二十四次 在沒有原因下 提早 提早 提早超過十五分鐘休會 以立法會逢週三晚上 約六、八點鐘 完會計算 足足浪費了二十三小時 二十三分鐘 根據立法會 特別財委會的文件 立法會每一 每小時的會議開支 是二十二點二萬 以此計算 因為梁君彥提早 休會損失了近五百二十萬的公帑 以一罐午餐肉十六元計算 基層家庭足足少了三十二點五萬罐午餐肉去果福 梁君彥不單止浪費資源 更加剝脫了議員的發言權 令到市民以為議員很懶 其實真正懶的不是議員 是主席 第四 妄固立法會的尊嚴 一地兩檢過一次 梁君彥為了趕時間通過議案 竟然容許官員發言的時間 任由議員答聲 粗暴地通過了議案 成何體統 極為醜陋 剛才毛孟靖議員已經 繪形繪聲地描述了那一幕 前主席王弘法直言 這是主席的不懂做主席 以及操之大躍的問題 第五 本來在議事廳 有媒體 有直播 有錄影 有記錄 甚麼事都可以光明正大地攤出來談 但當議員規程問題的時候 主席就不單止不懂得處理 還要不斷說 議員有甚麼事 就是緣會的時候 進來我訪談 但到議案 粗暴通過之後 還有甚麼好談呢 世界杯 那個球都入了 有議員投訴 有球員投訴 求證可不可以說 叫投訴的一方 完了場之後 已經入房跟我談 大入球照計 不行的嘛 蘇州過後無停答 又怎可以有甚麼好談呢 論語說 律己以嚴 待人以歡 不過 梁君彥好像反過來 就是嚴以律人 歡以待己 主席 本人支持你那論 這個議案 對立法會主席投不信任票 林繼昌議員 謝謝代主席 謝謝代主席 我是發言去支持李國倫議員 今次提出這個對立法會主席 投不信任票的議案 雖然這個議案並無法律約束力 但是也都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機會 立法會主席這兩年來的表現 是作出一個總結 很多建制派的議員 包括廖長江議員 剛才也都是提過中審法院 梁國雄訴立法會主席一案的一些判詞 該案明確指出 在普通法的原則 公共政策 以及基本法的規則下 香港是服行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獨立運作